电脊右上角即可关注,血液是滋养身体的源泉,它流变全身的组织和器官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血液中也会出现一些垃圾,如果它们不能被及时清理,就会造成血液不清洁,变得粘稠,流通不顺畅,从而影响健康。 这时,不妨通过一些餐桌上的血管清道敷,来辅助身体清理血液垃圾,为身体做个大扫除。 普洱茶普洱茶品性温和,对脾胃刺激相对较小,含有茶多酚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。 研究发现,普洱茶具有血助抑制糖尿病相关生物类的作用,又助于稳定血糖。 推荐吃法普洱茶建议在两餐之间饮用,冲泡时要用100度的沸水,喝普洱茶最好先洗一遍,因为大多数普洱茶,都是隔年甚至数年后饮用,容易沉寂尘癌,洗茶可达到低沉若茶的目的。 燕麦燕麦中含有丰富的Beta普洱茶糖和膳食纤维,可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,对调节血脂有很好的作用。 而且,燕麦能带来较强的饱腹感,使人长时间不饿,推荐吃法建议选择最单纯的燕麦。 既大片,止粒,不细碎,且不添加任何糖、奶瓶等成分的燕麦,可用其熬粥,再加些果仁,营养又美味。 芹菜芹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和芹菜素,它们都有利于控制血压。 一项研究指出,适当饮用芹菜之确实有助于降血压。 黑豆黑豆含有圆滑氢素,能清除体内刺油肌,降低胆固醇,促进血液循环。 此外,圆滑金素还有护氧的功效,推荐吃法用醋炮有利于黑豆中营养物质的吸收。 炮之前需要先将黑豆炒熟,放凉后倒入陈醋使其没过黑豆,但需要留出大约三分之一的空间,以免黑豆膨胀溢出。 盖好盖后浸泡,等黑豆完全膨胀后就可以吃了,黑豆还可以用来打豆浆或熬汤。 海带海带不但是含点较高的食物,还含有丰富的煞食纤维和胶质,其中的胶质成分能结合血液中的有害物质,如重金属,具有排毒,净化血液的作用。 推荐吃法可以直接将海带泡发后,制成两瓣海带丝。 不过,由于海带属于良性,建议身体较好,体质脂弱的人,可以吃些海带炖豆腐。 经高温加热后,能综合海带的良性。 感谢大家的阅读,欢迎大家点击右上角关注,每天都有最新的健康养生小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